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刮颱风 喝咖啡 挖挖一会儿 挖挖打了 感觉像个麻雀的药厨 你好 欢迎我 哈喽哈喽哈喽 嘿 my homie 这个这是粉 这个可怜粉 这个是白水 放帮的给我 来吧 挺好喝的 辛苦了 看上岗的比赛了 看上岗的比赛了 看了 在哪在家看了 睡醒了没事干看的呗 睡醒了没睡个午觉起来5点钟正好 看看结果就行了 然后呢 他肉然后吃晚饭去了吗 晚饭吃的比较多 哈哈哈哈 差多了 最后等于6分 还有3分 再赢一场 再赢一场球 稳了 胜负关系是 你胜负关系 那得 好难我说了 只要我想拿了 你就拿不给我 哈哈哈哈 吓人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罪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那这聊怎么称呼怎么教啊 就聪明了 你想教什么教什么 那原来怎么教他 还是教号呢 那你想让我怎么教 不是我不知道原来 我应该怎么教 哈哈哈哈 全是套路是吧 我们都录到第29期了 29期找来29号 对 好真是 完全完全看谁便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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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你可别这么说啊 好 录了录了28期了 然后钱都花完了 然后到我没钱了 对吧 终于找到最便宜的了 哈哈哈哈 没准满人还能挺吃个万人 哈哈哈哈 乱着了 你要这个你要这个点录完吧 你要这个点可以吃尴尬对吧 你要录的你要录到 再晚两个小时宵夜了 哎呀 反正你跑不了 哈哈哈哈 这是第一个自己花钱上 出我去我节目 对啊 好 谢谢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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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高连 谢谢高连 我终于有机会了 哎 这 你看 哈哈哈 恒大要是今天赛都冠了几个冠军了 七个吧 七个联赛 第七个冠军 七年吗 对 七连冠 嗯 11年开始 对 不容易 挺难的 10年在中假 你是从头都在 对 从头都在 因为中假恒大舰队了以后 第一个来的吧 也是机缘巧合 这个话题有那么好笑 没有 哎 刚才跟我说 11年 算数算不清 八个嘛 过几年你得拖鞋数 对啊 哈哈哈 你那会儿不一直跟着恒大吗 嗯 跟恒大跟队了一段时间 你跟那是恒大玉卫队吧 哈哈哈 他都没见过你 哈哈哈 一点一点印象 好难过呀 天哪 他是一直赶着来没上前面 哈哈哈 现在那场我老采访你 那你那时候没化妆 哈哈哈 真没化妆 不是一个人 哈哈哈 我天天我最大的爱好 刚才跟了一个说 就是 哈哈哈 我爱跟他 一门一门给那个 总科定早点回去的 我天天就看 你们俩的微博秀恩爱 天天吃狗粮 但我吃的可开心了 还看白胖 白胖 我女儿 咋归女儿 小名叫白胖 还是 小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嘛 嗯 现在长大了 长大了 少点了 爱运动 哈哈哈 天天 不是天天停不下来 从早上只要 起床了 就开始玩玩到 中午然后 睡个午觉 又开始玩玩到晚上睡觉 就没有闲过 你知道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跟大雷那规矩是吗 对 我要踢球 哈哈哈 哈哈哈 开始 老人们 家里老人都希望自己带孩子 然后后来我说不行 一个是 时间不行 每天要训练 然后 然后很多事情 我说我们就请了个阿姨嘛 请了个阿姨带 然后一开始我妈呀 还有我老婆的妈都说 哎不用啊 我们自己带就行了 我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 看了我女儿看了 可能有时候不是 阿姨要回家过节 或者请假 然后看了两三天以后 然后跟我说 你这个钱花的挺值得 哈哈哈 走路全日跑没有闲 他随谁呀 你跟汪辰都不得来动 我丈母娘说 哎呀 晨晨小时候可好看了 你给个玩具坐那一下午不用动 为什么你们女儿是这个样子 对啊 身体素质好 他那时候在队里 就是要不然就 要不然就拿个那时候记得还叫PSP呢 看小说 对 他一看 哎 坐在马桶的时候 你看看一个小时 坐马桶 然后一次看一下 有时候两个人一个房间嘛 他跑去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哈哈哈 那我看别选了也太小了 哈哈哈 他把亮了这样啊 因为晚上大家休息不相互影响嘛 有时候可能 中午睡啊什么 因为你有那个亮光啊或者什么 他他我觉得他真的不怎么爱动 然后我说我最我最喜欢跟浩子我俩一屋 我俩一屋他就去厕所 哈哈哈 地方就大了嘛 对不对 哈哈哈 地方就大了嘛 他去厕所是主要为了疼劲还是 我告诉他我要看书了 你去厕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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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林基本不能说 挺闷的 宅门 人家是叫内比啊 不太 就 因为生活不太丰富 嗯 嗯 没钱 哈哈哈 好意思嘛 这一开始是我们这一开始啊 是我们金花组的你知道吗 玩两后一次 玩两后一次 好意思 玩了几次以后没意思 你们也太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毛那会儿不也说 谁跟他说的 说那个你那钱都让高林赚了 哈哈哈哈 他老是说是吧 高林也走过卖场 刚来的时候 不老交进 啊 跟那谁建华 建华 披风打斗地主 披风打斗地主 刚儿 高林 这一月工资 你给他们俩发了 哈哈哈 要交进爱交进 其实没时间 但是我们 出队的时候 出队不是你要坐飞机 然后 飞机往返吗 我说我每次跟他们俩打牌打得还挺好 但是 你越是 输了以后啊 你就越觉得不服气 想证明自己 然后证明自己 我还得包 哈哈哈 有时候是头疼藏 哈哈哈哈 一个一个高林就交进 还有谁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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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江宁聪明 江宁就在外国前 输了啊 就先见见 哈哈哈 江宁带了500块钱来了 然后 打完了以后 哎呀 你输了多少 大败多少 120 哈哈哈 120就叫大败 哈哈哈 那时候那时候主要 那时候他还不认识王晨的那会 嗯 就是10年那会 所以没事 10年那会 对 认识啊 10年 刚刚认识那会 对 但是那会还没理由 后来就成居家好男人了 嗯 也是从通过他刚开始采访认识 还是做节目 我看电视节目 那时候也没有没地方 就天天在队里住着 对 然后就队里没事看电视 然后翻电视频道看 哎呦 这个 这姑娘不错 姑娘不错 哈哈哈 挺漂亮的 然后 然后正好微博聊天嘛 然后聊天 大家聊一聊 后来 多聊了点呗 不是不是 你怎么就有人的微博了 不是微信 微博还是微信 你微博我也有啊 哈哈哈 微博聊天 微博 就直接私信 没有 那时候哪有C 我不认识 直接就 评论 评论呗 下流呗 我那时候那时候我就记得 刚刚恋恋的时候 搞老板 老板可恋了 我就故意 咋这样 你有点练下 你知道吗 你是怎么从 从在微博上给的留言 然后变成约会了 不是学习一下 没 不认识 就是跟大家一样 本来你就是一个开放的聊天平台嘛 大家聊一聊 然后交流一下日常什么的 后来我们比赛吧 比赛有个 10年时 中奖 中奖 中奖签公宴的时候 然后请 就是我们可以邀请家属什么的 一起来 来玩吗 我们有那个 我老婆有意思吗 我就说 哎你 我说请你来玩 我们这 就是先请你看一场球 我们最后一场球嘛 看完然后晚上我们有个晚宴 然后吃的 喝的都挺好的 一挺好 我来 结果让高连给套路了 你知道吗 网上就说了 高连女友 想不成人也不行了 本来是为了吃顿饭来的 对 谁说捡一老公 哈哈哈 跟方程好了以后 就就一场宅了 后来麻将什么牌也不打了 就从此脱离大部队 嗯 差不多了 也不是 因为怎么说我们 我们恒大这个这个这个球队这个氛围还是挺 简单的 就是踢球 其实你说有竞争吧 大家都有竞争都挺挺激烈的 然后就是之前我们都经过经历过好多队上 每个球队的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但是在在恒大 嗯 基本上就没有 不太有 不不太有的 就是踢球 我们竞争上岗凭本事 而且是 哪怕我们在同一个同一个位置 就像 我呀 余翰超啊 呃 龙龙啊 龙龙 以前江宁 我们好多人在一起踢球的时候 就是大家所有人相处得很愉快 你 你能踢上主力 然后我高兴 因为我觉得大家 所有人 这种良性的竞争 我们在一个水平 谁踢都一样 对吧 谁踢都一样 你踢的时候 我为你高兴 对 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氛围 然后所以这个球队这么多年一直成长 然后一直在就是这种良性的竞争 一直对外的这种我们这种形象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真是实打实的 对 因为你亲身经历过 你知道这个球队没有那么多事情 这个是一个稳定成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没错 所以每天看似很单调 但是生活非常的大家在一起非常的顺心 没有那种说哎我我想想我要给你来点啥 你要给我弄点啥 这是大观大观跟小飞敬的跟八卦似的 对啊对啊 你那会竞争的是谁 竞争我好多为什么走了竞争不过来 哈哈哈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头两年 然后没什么没什么人能买先给他搂过来 哈哈哈搂过来先顶着用吧 后来有人后来有人买了时候对吧 而且最高丢身你知道 不要钱 不要钱啊便宜啊对不对 当然你看那谁志哥 没事可以啊 还有那谁 哎那个什么后来来孔南啊 开那个韩国那个赵月希 对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后来你想第二年又要买赵群 后来我也想算了 别叫气啊哈哈哈 因为你踢球嘛 那个后腰位置倒比较关键嘛 在后一般都是选个个高一点 哈哈哈哈 头球好一点对吧 这出去形象不行啊 前面高后面高中间矮对不对 哎哎开始15分钟已经怼了你7次了 没事老板对我我开心哈哈哈 今儿你忙了我跟你说哈哈哈 团队嘛到后来走的越高级可能互相人和人之间就没有沙沙俩俩在一起可能都粉沙了对对对对这个团队可能能走对对能更远一点 真的就等于跟队友里其他人大家关系都差不多 觉得大家关系都很好 都是 呃 就是这样就是凑到一起一起吃个饭玩一玩全日老婆孩子全家一起这样高高兴兴的没有意思 前两天是火锅吃火锅 是前两天不是说什么高达特喝汤的 这些老外挺有意思的请他们吃火锅因为我想吃什么对吧 他们西餐啊中餐肯定都吃过我说吃火锅吧 然后请他们吃火锅然后大家就搜搜他们去个外员嘛 然后一起吃火锅 后来来了以后他们就说这东西怎么吃 然后先来了个盆吗 说这是喝的汤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不是有那个薄的那个切那个羊肉片啊 羊肉片阿兰要生吃加起来蘸了吃直接蘸着我我们看着他吃也没支撑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也没支撑 然后拿个生生的羊肉片啪蘸了点酱油啪放进去吃他以为是那个死身羊肉死身是吧 嚼了半天一直在嚼嚼嚼嚼了半天说不是很好吃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不是很好吃 你记得那会那时候第一年那会说 让茉莉奇他们吃那个白鞋鸡就 茉莉奇都快吓哭了啊就快吓哭了 你白鞋鸡切出来他有血丝啊 对啊就跟百只鸡在那是吧 啊就说这可以吃 他们都都吓啥了啊 哇那个宝龙什么的那会儿啊 宝龙什么都吃啊 他是说宝龙给什么吃什么 哈哈哈给什么吃什么好吃什么都吃 哈哈只要你给他就吃 说那宝龙在巴西就是那种在路边不穿鞋打着鼓那种就是贫荆窟里边出来 你说什么都吃我想起来阿兰了那时候不是喜欢玩核桃吗 玩核桃那时候拿俩核桃 然后阿兰说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说这是吃的陈皮 我说你吃 他说是吗 他说我说这个不能咬 你就没事拿舌头舔 哈哈哈 咸咸的很好吃的 哈哈哈 阿兰是吗 我说你尝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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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 太坏了 算了 你没拿回家那泡水盒 哈哈哈 那不行 我泡坏了他 舔也没事泡坏他们 他能融入在队里边就好 你看他那个弓马也不行 就是说听小王说弓马 其实不交流 这是很好一个球员 然后但就是性格太内向 太自闭 就是太内向 不爱与人交流 不太跟外人沟通 基本上你不主动跟他说话的话 他基本上会跟你沟通的那种 就是性格的问题 你不也算不太爱 我还好 他可以 他还好 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平时基本上不等张队说话 但是他出的 你得跟我聊得来 我说你跟我聊 我聊得来 你们四个都没话了 哈哈哈 不用你们四个 我一个人就可以把这节目给抖了 哈哈哈 请那么多人干嘛 还得多给四分钱 哈哈哈 以后就是设置组 带四个人板 哈哈哈 从这一直 他他就是属于 他平时要不说话 他有说话会很有分量 就 就说有的外员刚来的是 觉得自己很大盘 特别牛那种不一样 但是你说在有的队就老惯着 就 外员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在厚大就没有 厚大就 就包了 有时外员在那刀子什么 别人说啊 你像志哥啊 高练他们就会说这外员 你知道吗 先把你自己做好 待会大家都在这努力 所以这样的话 这些外员 还一看 这个队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队 因为这个队的中国人不太好欺负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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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就是踢球大家在一起 你要相互尊重 这个确实是你要相互尊重 你水平又高低 哪怕说你说外员来了 为什么请你来 为什么你是外员 就是因为你的水平高 你要给这个球队带来积极的东西 而不是负面 觉得我很牛啊怎么样 你们都不如我呀什么的 那我要你干嘛呢 也许别的队 就是离开你外员 就什么都不是了 但是在恒大不是 我可以不要你们 对 对 咱不是就是成绩 咱就说的比较极端一点 对吧 在我们队 你外员不是说 你来了你能当大爷的 你来了你是帮助球队进步的 我们一起去取得好成绩的 我们没把你当外人 然后外员呢 也融入进来很开心 大家跟我都是好朋友 开开玩笑 打打闹闹的 我在这踢球我也很开心 他就更更愿意去付出 更愿意去努力 然后那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大家踢的就更开心了 那我得纠正一个问题 不是大爷 是大爷 大爷是这样的 我们俩今天中午吃饭说等你 就因为我们俩说话了 余光看着觉得有人笑 啪转的就是一大爷 真的 然后画了 有人露了 我以为我 欣欣来了 不是 后来他欣欣来了 你看有人大爷 哈哈哈 现在说大爷的门槛太低了 哈哈哈 刚才我看他一撩衣服 你看在广州地球 觉得胖不了了 嗯 一撩衣服 小号太大 你看他 你看他那个 人家说 瘦的 弱尿吧 你看他瘦的 弄完以后变成减肥节目了 看这几个都是 这几个都是反面教材 哈哈哈 然后他拿出一个赞助商的广告 我们要多吃这个多喝这个 哈哈哈 赶紧 那这不就是赚钱的门道吗 哈哈哈 如果这个节目明年好好的活下去 我得好好谢谢高丽 哈哈哈 挑了我们不少的敲门 哈哈哈 确实恒达这几年挑的外援 眼光都挺毒的 球队需要什么样的外援 我们去匹配 而不是说你外援需要什么样的球队 我为了你一个外援我去改变 这不是说光谁好 对啊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成长又走弯了 畸形了 对对 买失败过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败吧 但是这个不能说失败 就是状态的起伏都会有 感觉都会都会都会有 就想那会儿有个雷内 嗯 其实我觉得他踢的挺好的 对我就是我就是觉得踢的挺好的 嗯 受少了他是 不是但你要喜欢你 保利尼奥来了 对呀保利尼奥你要 雷内跟保利尼奥比 那你想吗 对不对 对对啊 那很登场吧 保利尼奥一走还是球队有影响吧 肯定肯定影响也非常大 一个球队 你会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打法 或者是体系的以后 你突然在抽掉一两个 就是去掉一两个球员 可能你整个的这个 你一场两场 可能显现不出来 对对对对 但是你三场五场 可能就像我们保利走了以后 加上加上那个对这几个受伤的 对而且都在一个位置 你有三四个人 有三四个人 有三四个人调整了以后 你一场两场可以顶过来 可能你更多以后 因为你整个的战术啊 配合呀 其实都是要重新磨合的 那这个就问题会越来越大 对这个是肯定的 保利尼奥一会去巴萨 在球队里边有成为话题了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 一非常羡慕 二然后第二非常支持 因为这是一个球员最高的一个 舞台一个梦想 对吧 你要让我去 倒贴钱我都去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你这个怎么老倒贴 坐前面倒贴钱 去巴萨也倒贴钱 这跟那个钱是没关系的 这个是你的一个梦想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有梦想 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我当然是支持 所以他走的时候 他就是决定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所有人 给他的都是祝福 对 我觉得一开始说保利尼 你要去巴萨 我觉得没精神 主要看球方便了 去巴萨看球不用买票了 哈哈哈哈 我去年去我是花钱买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真挺 从中朝的去巴萨 啊 我真的真的挺 以前一般 以前一般他们买的不都能 我们中朝联赛的一个进步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 其实可以就是 培养出更多的这种优秀的球员 然后就是 保利有这种水平 可能之前怀才不遇也好 然后现在 但是他通过我们中朝的这个平台 对 让世界去看到他 去认识了他 那现在他到了巴萨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宣传 对 你那会想过刘洋吗 谁要我呀 哈哈哈哈 你肯定自己自己会考虑 我肯定不会自己花钱去 哈哈哈哈 那可以啊 对不对 哈哈哈 因为刘洋那个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也 也会有很多的考虑 有机会 有机会 对有机会 然后可能阴差阳错 包括以前的这种 国内球员的这种制度 加上这个环境 对 有一些局限性嘛 所以有机会也没 可能没能成功吧 可能到现在这个年纪了以后 结婚了 然后有孩子了 对啊 其实更多的就是想我 怎么样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延续好自己的这个 诉求寿命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 可能越来越少的这个 这个职业阶段 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取得更多的 成绩对吧 什么时候开始不想说往外走 就是觉得断着念头 还是结婚以后啊 一零一一 不是结婚是哪年 你说某一说我也有点 哈哈哈哈 今年是三周年 一四年一四年 一四年 哈哈哈哈 你怎么比他自己多清楚 哈哈哈哈 因为我天天看他修恩爱啊 咱俩卸火啊 那个 聊天窗时间玩个游戏先 一只青蛙 一张嘴 两只眼睛四条腿 然后转 两只青蛙两张嘴 四只眼睛八条嘴 呱跳下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只青蛙两张嘴 四只眼睛八条嘴 四只青蛙三张嘴 三只青蛙三张嘴 六只眼睛 还有十二条腿 四只青蛙四张嘴 啊你说啥 哈哈哈哈 咱都肯定是挂了 你刚才说的这两只耳都不太好 哈哈哈 其实刚才高龄的也已经慢了 这样吧 陪唐克喝一个 哈哈哈 因为以前都一直说 这卡着说 不会的哈哈哈 你还都一人说一个 哈哈哈 那咱们中场呢 还有一个正问反达的一个游戏 那第一个问题啊 在恒大拿了那么多的冠军 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 嗯 哈哈哈 对啊 我说啥 哈哈哈 嗯 就是也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哈哈哈 下一个问题啊 有人说 你是 现役的中国最好的前锋 你认同吗 不是 挺自信 挺自信 我很谦虚嘛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都懂规则了吗 都懂了 哈哈哈 那比如说跟你 你觉得能跟你比较呢 有谁 你手指都多了 哈哈哈 去掉一个还有吗 还是太多 这里包括你 这里包括你 如果这是你的话 这三是谁 我这我想想啊 想想想想 想不起来呀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把这仨也 把这仨也放了 把这仨也放了 就留我 哈哈哈 他必须得留这个 哈哈哈 就留我就行了 这个他就挑走了 这属于张牧 哈哈哈 哈哈哈 特别吸引 这属于大宝 哈哈哈 哈哈哈 下一题啊 在国内足球圈呢 恒大的太太团非常的有名 那你觉得 你老婆是不是太太团里最漂亮的一个 不是 还是 还是弄懂归多 对 哈哈哈 女儿那么可爱 希望她长大以后像你还是像老婆 像我老婆呀 像你那就是心里希望像你呗 你希望你孩子不像你吗 哈哈哈 对不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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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续一下下一个问题啊 嗯 嗯 前队友李帅是你的好企友 嗯 李帅跟你老婆你更爱谁 我更爱李帅 哈哈哈 认识的怎么 哈哈哈 李帅有意思 李帅是哪儿青岛人还是 青岛人 但是他在广州待的时间长 他在广州待了七八年吧 对你们两个关系相对来说很好的 嗯 好多审视员都跟我是好朋友 没什么 我踢不进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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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别多也跟高雷这位朋友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谁啊门将 曾晨啊 啊 啊 官二爷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官二爷可可觉得你不好 可觉得我一点不好 官二爷摸鞋摸刀 哈哈哈 那是怎么一个故事来着 我就点记不清楚 就是玩牌嘛 嗯 好来呢 他拿一个小婆对吧 想上又不敢上 然后呢 高雷呢就哎 看出来他排排没多大嘛 很长话 黑五块 哎 他看不了牌 他打牌都在面向呢 对对对对 然后就把他那个 铁钉的鞋摸钉 啊 要踢我 给我吓的第二天赶紧带上抚对板 哈哈哈 从 最开始从就是从生花 踢上比赛 然后一战就恒大 当时正好正好 转会吧 本来可能就 要去西安 后来就 也不叫阴差阳错 因为转会手续没办完 因为参加国家队比赛延后了 然后正好恒大接手了以后 然后自己也想换个环境 产霸竞争太激烈了 哈哈哈 去跟中甲队 哈哈哈 没想到混到今天了 混得还挺好的 你是等于为赛季头就去 对 然后郑志是中间吧 我提到这 就是中间去 郑志跟那谁孙祥是中间去的 对对对 这是最老的一个了 对 就是资格最老的一个了 那是孙大那年 中甲那年他可能没找进球了 中甲 中甲比中超难踢多了 是啊 是吧 球就是在两个进去飞 没有中场 哈哈哈 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 就比身体的 那个时候就是踢来比较 比较简单嘛 对 不像现在这种就更细致了 那个时候就是有两个好的 那个外援前锋 然后或者加一个好的外援后卫 对 然后就就开始变淋邦朗 变淋邦朗 就踢完下来哪都疼 哈哈哈 后来说那是莫里奇刚带的时候 根本就你 你带不起来 你一带那球 要不就卡到水泥里 水里了 水坑里了 对不对 那会儿没想到 恒大是现在的这个 真没想到 我当时跟恒大的合同是 一年一签的 我只跟你签一年 因为你如果能冲超 然后我们就继续提 因为我不可能 我永远在中甲队提 你不知道他能够走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例子 花了钱提了一两年没了 对对对 那你就浪费你的职业生养 到第二年续约的时候 我跟刘总聊天 我说 我说 那个刘总 这个一年一签的合同 你也不怕我 提完跑了 我就去别的地方赚钱 老刘 可以吗 就说了 你去哪 恒大是最好的俱乐部 然后就说那个时候 对 工资待遇是最高的 对 然后职业 就是最职业最规范的 然后就你在你整个中国这个足球环境里面 是最好的最干净的 你能去哪 这是恒大的理念 而且越来越多的这种 就是球员进来 然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到最后不是说俱乐部求着你 我给你续一份合同 你别走乱着 你留着吧 你得赶紧 你自己能很勉强 哎呀我留着吧 对不对 我留着吧 不是啊 你在恒大不是啊 你走吧 对不对 你走了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鲜的血液 你赶紧赶紧腾位置吧 对吧 赶紧走吧 对吧对吧对吧 走吧 就现在我们是想 我们怎么样能留在这个队里 你企业你能做成一个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那你就是成功的 你能留住人 所以回过头你说 在中间说 他认为自己是不是国内最好的前锋 他就必须得有这种资讯 才能留得下来 就是这俩事儿就是相辅相成 对啊没错 开始就是说 恒大给的工资待遇好 就是直白的 对不对 赚钱赌 我去了 我赚两三年前 不行我就走吧 但是你去了以后 你接触了 你进入这个环境以后 觉得我要在这儿 替更多年 我要在这儿工作更久 因为这是最好的环境 对 这就是你的思想 就会去转变的 这么多年 在你那个位置上 竞争者挺多的 哎呀我送走了太多了 哈哈哈哈 最开始是谁 你刚来的时候是谁 真正算是 大家算是有竞争开始 可能江宁 江宁算是 因为他是边前卫嘛 然后我从一个中锋 替成边前卫了 刚才 其实我这个时候就明白 为什么个高有好处 你踢不了中锋吗 对不对 哈哈 因为我这儿有时候可以凑个数 对不对 哪缺人你往后补 哪缺人 缺中锋踢中锋 缺边锋 缺边前卫 你自己也就踢别前卫 自己也都能踢 就是多言话 对吧 为了不被淘汰 而去适应更多位置 然后头两天我们队没后腰了 然后 然后郑龙都去踢后腰了 说要按这么个情况 我也能踢后腰 我试一下吧 我试一下吧 我可以再多一个位置吗 能够适应更多位置的球员 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 因为教练也会考虑选择你 你比赛 除了主力再换三个替补 就这么些人 你怎么样 那你的战术更丰富吗 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教练也会考虑说 你在主动为这个球队做考虑 当然你首先是为自己生存在做考虑 对对对对 人家采访一说就是说 还说你在恒大 我说恒大需要我 我就怎么怎么提 对需要 其实想 我得感觉多练几个位置 要不然不用了 对对 确实恒大比赛太多了 就是这两套阵容 肯定都得保证有很强的实力 要不然硬活起来 就可能会困难 对 而且像他们 就国家队比赛之后 那个国家队比赛 就是队员有多 对对 所以休息时间会少一点 对 累了 肯定累 而且尤其可能到现在这个 快结束了 现在是最累的时候 之前一个月是最累的时候 现在轻松点 稍微滑过来点 比赛少了 哈哈哈 今年放假早了 对 应该是一 15年还是哪一年 我记得很清楚 是从国家队1月5号训练的 然后一直到 恒大打完试剧杯是12月23号 13年吗 他妈小时候那会儿待了 对 13年 所有东西连到一起 一年都没有休息 注意力还能集中吗 就是到了一些 看起来不太重要的比赛 会有一些松懈 因为就是精神不是机器 对 集中不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自己会 就是想去努力 但是确实是 对 状态身体什么 会达不到的 我们教练也会尽可能的 只要有 有时间尽可能能让我放假 放假休息 对 转移注意力 对 是天天陪着这个娃在屋里一跑 身体更疲劳 他陪着娃跑 他累 他都跟那个在队里带着 高线 不是那种累 带孩子比训练累多了 真的 磕着碰了 他又爱跑啊跳啊 你得这会儿给他扶着这个桌角 一会儿给他扶着玻璃 就真的很累 你一直注意力特别集中 真的是特别集中 以前不是有头发吗 以前有 谁以前没有吧 都是从有到没有 我跟大雷约了一下 我说明年要是鲁能夺冠的话 他踢光头 他说痛快就答应了 你当着高林说明年鲁能夺冠 啊 他痛快答应了 大雷之类也不再可能了 是吧 我忘不了 反正都为了 能不痛快吗 那肯定痛快啊 哈哈哈 要是你呢 那我肯定不痛快啊 哈哈哈 对不对 我要是夺冠踢光头 我说一年得踢好几次 哈哈哈 那重复的拿同一个冠军会疲劳 不会 因为这个就是冠军的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所有人只会记着冠军 他不会记着亚军 所以你既然你去投入了工作了 你这一年的辛苦 你就一定要有所收获 你亚军跟没有收获是没区别的 你觉得比如说 如果下一轮赢球冠军 跟11年肯定不会是同样的兴奋 兴奋度会减低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你跟那个渴望跟追求 是不会改变的 对 很多场比赛当中 可能大家有落后啊 什么这种 这种很困难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想的不是说 就失败点 我要赢了 我才有奖金 我才有工资 老板才高兴 才给我们多发奖金 不是 就是很多时候在那种情况下的 就是一种 一种脸面 整算要强 对 要强 对 我不能输 我不能输给你 然后我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 就是那种信念会越来越强 信念会越来越强 就跟我们头两天那种 比赛一样 已经91分钟被人家扳皮了 最后我们还能打回来 很多场都是这样 看着说是幸运什么 那为什么恒大每次都这么幸运 当移工球的情况 形成一种习惯以后 你输着的话 你的感觉跟你一直输球里 感觉是不厉害 对 我觉得今年你们经历的 就是这种特别 我说这奇怪是整个的比赛 比如说打上岗 然后从0比4 包括福利 然后这样的比赛有点 今年有点太多了 就感觉更困难一点 所以因为越来越困难 可能之前什么人说 我们最低消费 每场比赛三个四个 客场也是三个四个 因为你那个时候的人员储备强 然后你的外援可能水平 会比别的队的外援 会更高一点 对 就是你的整体实力比别人强 所以但是现在就是随着投入 然后随着这个职业化更规范 然后大家的水平都在进步 不能说恒大停滞不前 可能在你之前前进的时候 速度可能很快 然后人家学会了 然后人家在追 你还在走 可能你的前进的速度就会慢了 但别人的在跨步前进 就是会越来越接近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所有人 愿意看到的 就是比赛更激烈 然后场面更好看 然后大家就是觉得 这个足球的就是热情啊 激情会越来越高 我觉得是个好事 好事情 这样是联赛才更好玩 对啊 你这样才有才有意思吗 对对对 要不然你 你年年提前四五轮 有啥意思 对不对 这叫什么 站着说话不由此 对吧 你说到今年的某一场比赛 在你脑里最先蹦合的那一场 是哪一场 下关第二回合 打个点球的那一场 虽然输了 你说这个我也是第一蹦重来 因为这个 所有人都觉得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第一轮 可能我们第一回合会输那么多 因为在客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进球 我们也希望跟对方进攻 那一旦你进攻 可能对方这种外延的能力 就显现出来 因为你的战线拉得更长 所以它就会有更多的空间 当你丢了第一个球以后 你会急躁 当你丢了第二个球以后 你会更急躁 这样的话 你的失误会越来越多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就是客场打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你回到主场以后 说白了 我们都不认为我们能打四个 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赢 可以不进击 但这场比赛一定要赢 先进一个再说呗 先进一个再说呗 有进第一个就进第二个吗 对不对 你真说那场比赛 哪天上半场 运气不好 运气打好 上半场都不是4比0 可能5比0 6比0 对 都结束了 那你这个对不对 足球就是这样 你没有后悔的 对 所以这个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的 点球最后输完之后呢 会觉得 很开心啊 就是虽然输了 但是我们这场球踢得很开心啊 我们很舒畅 对对 球踢完了 虽然输了 但是我们这口气很顺 所以有输就有赢嘛 你能赢 你也要承担得起这个 输的这个现实嘛 对 很多次也说 你恒大一年一年 总归有一年 会失去冠军 对 失去连赛冠军 也许是 今年 也许明年 也许后年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对吧 但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怎么样的 尽可能的 让它发生的更晚 也算是恒大这么多年的 一个回报 就是说给整个球队和这个团队 这种精神和理念 就大家到这个时候 已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这个心态 这个冠军的心态 其实是最难找的 就是我进入到这个集体 我不想因为我 最后恒大没拿冠军 是因为高林失误了 高林没踢好 我不敢担这个责任 所以每个人都是这种想法 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你看高林老大 他已经不能胜上这个角色了 对对对 每个人都不敢担这个责任 说梵本 这个平台太高了 谁都不想去拖这个后腿 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去努力的 对 这个东西你要真是说你表达 你说怎么能表达 但是当你进来 进到这个团队以后 你就能够体会到 对 我得跟球迷说两句 因为可能有些球迷看完之后 你们捧横达抽脚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文化单纯的是在讨论 为什么他们做到了 因为做到这件事情 是客观的事实 其实这是中国都应该 应该是这么走的一条路 横达是先走了而已 所以为什么现在差距越来越小 是大家都在往这条路上走 对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 我觉得这很正常 等到明年后年再往后 形式我指的是夺冠的形式 越来越乱的时候 激烈了 对 好玩了 对 没错 我得问这个事 广州已经成为了广州市民是吗 对 现在已经不是河南人 是广州人了 对 是广州市民还是荣誉市民 我还想当广州十大杰出青年 你以为是人都在笑 你已经是十大中年人了 十年一个 不是杰出青年 更多的考虑还是可能以后会在广州更多的生活 包括孩子大了最主要的你孩子上学 教育 你要孩子的教育肯定是第一位的 可能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考虑的原因吧 媳妇是哪人 深圳 深圳老家深圳 这样广深也比较近 跟两家的父母我们经常在一起走动也挺方便的 现在如果说有朋友到广州来 你作为一个广州人 你会觉得给安排一些什么活动 干嘛干嘛吧 你来跟我有啥关系 对不对 开玩笑就是一般朋友来的就是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我现在聚餐的这种模式会更多一点 就随便聚哪都行 就是早点 你吃什么都一样 就像我们吃饭真是说 以前摆摆牌上谁来我接待一下 我请你去什么好的饭店 什么好的酒店我请你吃 但是现在就是你来咱就近吧 楼下有啥吃啥吧 大家带着书 聊的更多的是感情了 就不是说摆摆场面了 你说年轻是在上海那会儿 在广州那会儿 在上海是年轻 没钱 在这有钱了老了 也挺尴尬的 这一晃到30多 普遍恒大现在这些核心年龄都已经开始了上高 对我们在30 超过30了 但是我们有目标吗 我们队长37 38了 还活跃在顶级的 他说他一直说的不加练 那他是这么跟你说 对吧 我还跟你说我天天不训练 你信吗 对不对 从来不训练 从来不训练 全靠天赋 然后再来恒大的 我从来比赛我也不训练 我怎么过来你不知道 好天赋 真的是我们标杆 37岁的老队员还在训练 对吧 然后还在这么要求 那你下面呢 作为我来说比他小那么多岁 再小的可能还有二十多岁 十八九岁的 你有什么资格偷懒 有什么资格在那抱怨 他转注热情 什么态度好 还有他是王晋琴的朋友 这是王晋琴 他实在没词 我以为你要唱蓝精灵 他们生活在这 今天呢咱们犯规次数最多的是杨浩 怎么换台犯了 好香啊 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香菇酱 他没抱群属 好香啊 老板 快拿嫂子啊 给你来点白糖吧 这个我对你这么好 对对对 我不要 假动作做 其实我觉得三斤 我说抢不了你手 假动作 全是假动作 我相信那天秘密怎么还我来了 好香啊 白糖夹蜂蜜 甜甜蜜 下手挺狠的 你看挂边那个痕迹 这就是你叫爸爸是吗 爸爸 我说你搅一搅 不是你本来没啥事 他还给你搅一搅 来吧鹤哥 都拔死了 露点没事 但是我说我帮他分担一搅 结果他突进去了 这真不行 这里边 这里边都咽不下去 少的 少的都糊润了 还坏呢 在这里边 那个小段呢 马上也打药 这个最后还是喊出咱们中烧吐口秀的口号 有没有客气 抓到没有 绝了 咱说说的可能就是对吧 身材可能瘦一点兼职 对吧 然后踢球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 但是致命伤了 哈哈哈 就是说 但比赛当中他都体现了那种精神 确实是 还有更致命的吗 左腿跟右腿 哈哈哈 是足以为二 就是他这个精神是 是他超越别人的 所以他用精神在场上鼓励别人的时候是怎么鼓励的 哈哈哈 中烧吐口秀 哈哈哈 不是老板你来来广州你不你不你不主动一下 哈哈哈 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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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